新恶魔的阵脸曝光 几天为什么前后矛盾 那又多喊电磁电局人有何声音 大家好 我是解析热门发剧冷门的阿树 经过一天的发酵 中英文圈已有一些121话的高质量观点 本篇我一并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总有你想不到的 新恶魔的身份 在昨天我发起的投票中 关于新恶魔的身份得票最高的 是电局人中只被几天提过一次的死亡恶魔 甚至外网已经有朋友锁定了他的阵脸 并绘制了彩图 不都不说这个压迫感确实非常强 但坦白说 这才第二部24话的精度 第一部这时候秋还在打刀难 鸡野前辈还没牺牲呢 即便是马骑马前期画柄的枪模 占领天花板按摩 出场都要在60-70话左右 所以如果这么早 腾本书就把死亡恶魔 在基本没有铺垫的情况下拉出来 角色的塑造会很成问题 毕竟目前没有人能称出死亡恶魔的强大 鸡恶魔自己还是名语人状态的 幼年体的战争和支配恶魔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新对手是死亡恶魔的概率很小 其次一个相对可能的猜测 是人偶恶魔 原因有二 第一是基于第二部中目前出场恶魔的配置 第一部出现过的蝙蝠永恶恶魔 都陆续出来刷脸 那么再来个人偶恶魔正好凑一座 其二是有外网的粉丝分析了 这次被恶魔控制的人类的身体 和之前圣诞老人制作的人偶姿势很像 所以这波人偶恶魔可能会翻场 当然有人会说 人偶恶魔改造的人 会出现明显的人偶痕迹 文化结尾楼里那些人并没有 但实际上不是的 圣诞老人就曾经为了恶心电词 把人偶变得基本和人类无差别 让电词不敢下手杀人 所以那些直伦伦盯着三鹰的人 确实可能是人偶恶魔干的 顺着这个思路也说一下我的观点 在昨天的解析中我有提到 新恶魔不管是谁 大概率是基恶魔派来的 目的是继续让三鹰倒得滑坡 让他杀人 逼他进化 毕竟之前水族馆一战 基恶失败了 而且永恒恶魔的返场 并没有逼三鹰把电词做成武器 所以他再喊来新的恶魔 对三鹰下手的可能性很高 而新恶魔逼三鹰杀人的手段 我认为是让楼上的那些人 当着三鹰的面跳楼 这也解释了恶魔刚出场时 为啥就有人跳下来这件事 他大概会给三鹰一个电车难题 让他怎么选都有人死 进而让三鹰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 而且我认为大概率恶魔会成功 因为这栋楼里还有小女孩 三鹰可能会为了小女孩而伤害其他人 当然破局的方法也有 电刺不是被男友多穿梭去现场了吗 如果来的恶魔真是人偶恶魔 电刺大概会告诉三鹰 别想了 这些人从被人偶化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死了 这可是电刺之前和圣诞老人大战时 光熙告诉他的事 至于光熙的理论是不是真的 他自己也不清楚 但当时电刺确实用这个方法 消除了自己的罪恶感 夜和招 男友多和电刺 120话的解析中我有说过 招夜组合以及电刺兄妹组合 是电机人第二部中两堆卧龙凤厨 他们的贡献都是不懂爱 把爱当作战友 而在本话中 他们对彼此的情感表现得更深刻 首先是 纳又多在怂恿电刺去干掉新恶魔时 他说的是 想看电刺人战斗 单看这句话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纳又多的上辈子 也就是马其马 从来没有称人类形态的电刺 为电刺人 特多罗老师做了一段分析 在一部名为电刺人的作品中 第一次出现电刺人这个称呼 居然到了83话 之前剧里的人物 都会换着花样的避开电刺人 比如叫电刺电刺大人 电刺恶魔 电刺少年这种 而最终在岸边伏击马其马一战中 马其马才正式喊出电刺人这个称呼 并向他求救 最后登场的便是完全体黑剧 但即便作为电刺人的命名者 在看到电刺人的表现 不符合马其马所想时 他也拒绝再喊电刺人 可见马其马的眼中 确实只有电刺人 而没有电刺 但纳又多完全不同 面对人类形态的电刺 轻轻松松就喊出电刺人这个称呼 不难看出纳又多真的很爱哥哥 他的眼里确实有对电刺人的向往 但也同样能看到电刺 说完了兄妹组合 我们再来看看姐妹组合叶和昭 本话中战争叶在察觉到危险时 一秒顶掉三音 并让他不要出来 太危险 但实际上从设定上来说 叶完全没有必要 说出三音你不要出来这种话 因为三音作为魔人 恶魔才是掌管人格主动权的一方 没有叶的同意 三音人格没法上号的 因此一夜对三音说的这句不要出来 是否意味着三音对一夜来说极其特别 更细思极恐的是 战争越想保护三音 三音可能越会出来上号 如果前面人偶恶魔 逼三音做电车难题 进而间接让三音杀人的推测成立 那么面对救谁杀谁的判断 三音可能会和战争 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然后顶号做某些事情 最终缺习某些能力 比如三音发现自己 也有上号的主动权 矛盾的几天 本话另一个让人意外的角色 是对女人重拳出击对男人无限温柔的几天 红帝上有朋友提出灵魂拷问 说几天你到底在干什么 牵线三音电磁的是你 棒打鸳鸯的也是你 这里其实至少有两种可能 还都说得通 如果几天是好人 那么一切都是他保护电磁的手段 介绍电磁和三音认识 只想如果电磁有了女伴 就不会那么迫不及待的想暴露自己 而把三音赶走则是在水族馆一站 发现三音和恶魔有关 怕电磁危险所以赶走他 但如果几天是反派 那么从头到尾 很可能他也和饥饿一样 努力避三音对人类动手 不管是引荐电磁给他 还是在最新话中打击他 都是让他更加孤立和消极 有助于之后三音的黑化 分级到这 不得不说藤本书确实是埋伏比的高手 在结局戒事前 我们怎么想都行 他估计边画边看大家的预期 然后反着画就完了 反正他前面都铺垫过 画起来也一点不违和 高人气的天使恶魔 不就是这么被画下线的吗 好 以上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 下期解析咒回的最新话 我是解析热门挖掘冷门的阿树 咱们下期见 拜